520告白日,不与陆寒秀恩爱,关晓彤与爸爸合影,陆寒吃醋了。 近日,一则520告白日,不与陆寒秀恩爱,关晓彤与爸爸合影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据了解,5月20日下午17点33分,关晓彤爸爸关晓彤在微博上晒出与女儿关晓彤的合影,并配文道,关爸爸在520发文表达了对女儿的爱意,果然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小情人。 620 profesor 实际录照 12金 Would you like to pick up stage 网友们则表示。 1,完了,520告白日,关晓彤不跟陆寒一起玩,陆寒该吃醋了吧。 2,祝福关晓彤和关爸爸,一家人开开心心心的最重要。 3,很幸福的家庭,很羡慕的相处方式,不管我们多大,在外面成就多高,在父母眼里都是小孩子。 4,只是普通和粉丝分享快乐,大家多多关注作品,今天520,祝大家节日快乐。 5,家庭环境教育真的很重要,小童这么优秀,家里人保护得好好,优秀单纯的小姑娘加油。 6,这段话还是很有感触,我爸也长这么说。 7,祝小童和叔叔一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8,关爸好眼光,上辈子居然找个怎么漂亮的小情人。 9,他爸的兄弟他还。 10,真好看,从小宠大的小闺女。 11520不是应该和陆寒秀一下吗? 12,天呐,关晓彤家里装修太豪华了吧。 13,关爸爸,你的闺女那么优秀,不高兴很难吧。 14,看到了关爸的啤酒度。 15,关爸爸好宠小童童啊,羡慕你。 每个爸爸都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也谢谢你培养出小童这么直帅,优秀的孩子。 16,表白在爱的沐浴中长大的美少女小童呀。 17,关晓彤各方面条件真的挺好,超羡慕呢。 18,不是还有个姐姐吗?爸爸也要爱姐姐吧。 19,关叔叔,你女儿太优秀了,我都替你骄傲哈哈哈哈。 20,一家三口,小童腿最长,哈哈哈哈棒棒哒。 21,突然觉得关晓彤真的是玛丝本酥了哈哈哈哈。 22,关爸很幸福。 有这么一个优秀,孝顺的女儿。 小童也很幸福,有这么一个疼你,爱你的老爸。 一直好好的哦。 关于520告白日,不与陆寒秀恩爱,关晓彤与爸爸合影,陆寒吃醋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